女人爱过几个男人 这几种味道会告诉你答案 藏不住的 一个女人的气质会在经历中得到升华和提升 从一个女人的表现就可以看出她的人生经历 这一点也不夸张 当男女交往的时候 男人都会想要知道女人的感情经历是什么样的 但是有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一般都是放在自己的心里 那么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 只要你在生活中细心的观察就会知道了 不过是藏在了女人的味道里 但是只要细心的观察是藏不住的 以物质的味道 女人在出场爱情的滋味的时候 是充满好奇和天真的 初恋带给我们的是甜蜜和青涩 不在乎那么多的外在因素和条件 所以当一个女人经历了以后 就会对于爱情的认知更加的深刻 因为姑娘知道没有面包的爱情很难长久 所以看一个女人就看她对物质的重视程度 就知道答案了 二 成熟的味道 女人在一开始接触感情的时候 都是单纯能懵懂的 对于男人的话 基本都选择信任 如果当一个女人恋爱的次数越来越多 你就会发现 她开始拥有成熟的气质 对待感情更加稳重 有些事不用多说也懂 三 理性的味道 女人对于感情一般都是感性多一些 当一个女人在爱情里变得越来越理性 那么只能说明 她们在爱情里经历的多了 伤的多了 开始理智的处理自己的感情 只不过是因为害怕再次受到伤害 四 独立的味道 女人一旦遇到感情都喜欢依赖男人 喜欢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 但是如果一个女人开始独立自主 依靠自己更多一些的时候 只能说明她的经历必然是有很多故事 也开始明白充实自己才是最好的对待感情的一种态度 其实一个女人经历了多少的感情经历 只要看看她身上是不是有这几个味道就知道了 但是就算是经历的多了 也并不能说明什么 她依然值得被爱和关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